宜兰罗东有一间套房重新装潢后闲置一年多 最近房仲带房客来看房子 才发现这个墙壁怎么会被打了一个直径大约10公分的洞 怀疑是隔壁牛排馆打洞过来偷牌废水份而提告 不过业者也喊冤 说两边洞的形状根本不一样 双方各说各话闹上法院 墙壁下方直径10公分左右的圆洞 一旁还有大片深色油漬和蛋壳 画面让人看了直呼恶心 民众出租闲置套房 却在房仲业者带客人看房时 经决一年前重新装潢的屋子成了这副模样 怀疑是一强之隔的牛排馆惹的祸 不满牛排馆把原因归咎是老鼠挖洞造成环境脏乱 已经决定提告 但牛排馆业者急忙喊冤 牛排馆老板表示餐厅去年7月开幕 有设置排水管线也经过环保局和客 开业将近一年半却突然被隔壁邻居指控 偷挖洞排废水实在无法接受 双方各说各话 先知的套房隔板的这个洞到底从何而来成了罗生门 出租套房的房东已经报警提告回损 如今只能对部公堂厘清真相 记者李柯彦一览报道